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以下节目含粗言为语 只适合成年人收看 18岁以下人士 请在家长陪同下收看 敬请留意 我们还要忍期待 好 回到第三节的的士判冠 九哥 这段时间你如何银行?找到拍拖吗? 提供 刚刚对上个星期 10月1日又有假期 刚刚过了重阳节 前几天也是没有的 两个星期都没有提供 你结婚的手组呢? 结婚后帮忙了吗? 他太身子弱了 他说拿不到老特 只拿一间 最后拿回的 那是衡防 帮忙吧 是这样的 都正常的 我愿意跟你说 你不要重身体 现在也要开工的 身体就暂时没问题 但是你问我找替工的东西 都是要买一下广告 最重要是在Facebook上 PM我 Ultra Man M 帮忙 其实我们也说 帮一些私底 因为现在这样的环境 大家都看到 新闻说 有200间食肆会面临结业 好像已经结业了 我已经收皮了 有些一个月知道不行 就立刻伸击 都立刻接 立刻接 哇 多快手啊 光光头佬 我又说一些东西给大家听 我老婆说是KC Sir KC Sir是学义经的 他也跟王伟文先生学义经 王伟文先生 有一次跟他们聊天 就是学乓象 六十四乓 每一个乓象代表什么 全部六十四卦里面有四个乓象 是最糟糕的 OK 糟糕都没人再糟糕的 就是糟糕的 刚才已经被人打过老妖了 那又怎样呢 他今次起了明年的卦 是什么 2020的卦呢 其实比今年更糟糕 那叫做衰卦 衰字呢 不是衰人的衰 是衰要的衰 就是乳上面 就是这个乳象 这个卦象代表什么 好乳象想下雨 穀乳到呢 你知道穀乳的感觉是怎样的 好乳象的 好乳不乳聚财 整个身杂的 乌云蜜暴 又好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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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雨又下不乳 那你想得到 明年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了 KC也好乳有趣 KC真的好乳 如果他比我白衣 他住四五分钟 除了开记者招待会 整个乳都不乳 都不乳 他是很有人缘 他有一个童窗 童窗出了家很多年 道行都很高 因为他每次都有些 预感 又或者他 感觉到不舒服 就是关于大社会 他都找了KC 跟KC说 你最近同学你怎么样 身体还好吗 生意怎么样 他就告诉你 有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很多东西 这些是KCC的私隱 我不说 我听过之后 都呆怨了 虽然我不太相信这些鬼神东西 或者求神问卜 但他都不约而同 跟KCs说 他说 据我的修行来看 明年香港的情况 都不是一件好事 大家要有咬紧牙关的准备 同时之间 我也知道 我都很语重心详 跟各位的士大佬说 我都很明白到 大家常常都会说 手停口停 我赚不到钱 哪个可怜我 那些东西 但当然 大家没有人交过税 我们交了税 你有福利 你也不能多谢我 那一件事 但是那个问题 记住 在逆境里面 千万不要做些作奸犯科的事情 不要做些出卖良心的事情 这些钱赚了 背后就会下回来 我会觉得 时间一定会变好 但是来到好之前 是一个很黑暗的黎明 我想这个 大家真的有心理准备 但是 找不到吃 也千万不要做一些 偷挖拐骗 黑敌 助奏违约 碎到西崩的事情 因为到最后 因果报应 你一定要自己收回 不是自己收 连累了旁边的人 就不太好 我觉得这一件事 大家真的要 我语重心诚跟大家说 我开始见到 香港有很多怪力乱神 那些黑人乱来 一定会是 这些 几千年中国历史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不是 为什么又说 什么 仓天已死 那些当立 那些东西 特别是 你们一定会守当其冲 因为你直接 最粉丝 那一集 你一定是 导航鼠表 你也会知道得很清楚 我想这个 大家真的要小心 好了 亦都见到 网上有很多 一些 老友出帖 最近很多 吊吊吊吊 不知道是不是怨气多了 他吊了一个app 我给大家看看 205张图 大家看看 糟糕香港的士 现在连电子支付都玩扣分 那些钱又要等三天 即是叫人不要用电子支付的客人 我不是很明白 其实九哥 什么叫电子支付的客人 香港Taxi就是那个apps 是不是之前我们访问他 那些人 收不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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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最初是没有的 大家都是鬥快 按到order 现在他有扣分 譬如有些order 挺好的 就可能扣最少1分 然後2分 4分 最多扣到11分 一定是12分 但是有减的 也有加的 但是那些就 譬如很扣分 很扣分 很扣分 其實為什麽要扣分 是不是之前你跟我说過 如果要收不扣分 接很多扣分 就只能收到一堆credit 那些credit 就是出一些负分 你就可以有分 被扣分 又可以搶一些好的蛋 你可以这样做 但另外一样做法 就是你要买分 就是1元1分 那你要入钱给他才有分 那就是钱取代 都是一门生意 那是不是保證 我给了5元 買分 你是很扣分 很扣分 給我接到 那你起碼要預算 沒有保證你接到的 那你買 別人也會買的 就套費而已 但是我知道 他對乘客那邊 會比較照顧 有時候很有趣 那些order好像也不差 為什麽會加20元 那我問過那些管理員 原來這個客人很客人 那就等你加分 快點的士老 搶命 我也有聽過 那你就快點有車 例如麗港城去ABM加20分 那也很正常 但最慘的是 例如麗港城去旺角或者沙田 例如早上 竟然有時候會加12分 即是駁你接他的客人 即是駁你接他的客人 是的 駁你快點有車 那你有沒有一家 你自己放了一些APPs 我有 我通常有幾個APPs 通常都是 給你買古白 有哪幾個APPs 我不會幫他買古白 那你有沒有什麼APPs 即是幫你幫忙 例如剛剛說的那個 他略為多一些千足 你知道我答應過不做公司 因為他比較多 可以說是全香港最多正價的命令 即是他不會減價 只會加價 即是沒有砸心口 沒有砸心口 其實近期多了很多都是正價的千足 尤其是林地鐵拉閘那一刻 另外一個 可能你不喜歡 那些百分之一百的命令 都是正價的 就是滴滴 不過他的命令就很少 是嗎 但差不多百分之一百 他一命令就是正價 那為什麼會這麼少命令 你是不是有些人知道 中資背景不能用他 都沒有關係 可能是 現在他就好像說縮起 原本我拍過給大家看 他在佐敦文道船角那裡 他有一個地鋪 現在拘捕了閘 甚至乎他嚇護服 不好意思 我先不想說 都打幾多沒有人聽 不是打幾多沒有人聽 是 是大陸電話 即是玩弄我們 即是我要打長途電話 在大陸那裡 還要是說幾分鐘 不知道你香港的路 等等 這些事情 反而也不太多 而有時候就是電子支付 你始終都可能會有一些 不尋常 譬如過不了數 或者有些客人 很有趣的 我也試過 怎樣呢 載過大陸人 就去羅馬洲 怎樣去找到呢 他說我沒有網絡 那怎樣去找到呢 你知道靠網絡的嘛 怎樣去找到 然後他說 司機 我過了關之後 收到網絡 就按給你 我覺得他身安頸領 有沒有誠信 有的 最後他有過的 等了很快 不夠二十分鐘 我一聲就收到錢了 這張單 那去到 三個水 因為 其實呢 我想告訴大家 其實就不需要太多擔心 因為 曾經有 因為曾經有 他記錄在這裡 你知道大陸有十名制 有這裏好 曾經有 而且他一定要用面識別 才可以上網 對 所以他們來說 即是我們來有保障 還有呢 曾經有手足試過 真的那個客人 他不記得 不知道是不記得還是什麼 兩天 就好像我這樣的情況 轉頭給他 誰知兩天後都沒有 然後他打電話 剛剛他就 家裡在大陸 就不用那麼嚴重 浪費長頭電話費 打電話給滴滴 交涉了幾次 最後呢 他就怎樣說 喂 你不是說 你們現在這個apps 代表一個可以怎樣說 是一個中介人 類似 我們當然是追求你 喂 他講了一句話 不用24小時 馬上有錢收 他就說 你信不信我打到的士判官那裡唱你 真的嗎 真的嗎 很快 立即 客戶服務員 就說 行行行行 我們會認真處理 很快 麻煩24小時 馬上有錢收 這樣可以有條牆追回 是的 那就是 找一個機會 我也想找多些行家 了解一下 他們用什麼apps 給大家 當然不是跟他賣廣告 其實現在越出越多 我都知道接下來有很多個會出 但是 很有趣的 滴滴滴滴滴 很現實的 開一開幾天 看到你沒什麼 還要我給錢買分 沒有人玩我 我的電話都沒有 沒有位置放電話 是呀 你坐著轉了 是呀 放了四部 如果這四部都找不到 就扔走一部 除了香港TES E-TES 即是鴻永達博士 有份參與的人 現在他的剩下差不多 超過90% 差不多接近100% 都是正價單 OK 這樣也好 少一些85折單 就是糾正歪風 不是大家很難搞 我們也跟車友的朋友 就是我們的粉絲 他說如果我最忍贊成 你講得最忍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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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如果有人支持我們的想法 其實就有很多 其實你原本應該是可以 這個時間 是加到30元 我們一直說24加到30元 是可以做到的 誰知道 立法會還沒有正式開放 裝修完 其實如果算一下算一下 除非他通縮得很厲害 其實很快 不如說一口氣 可能那兩年後 已經變成50元 謝謝 真是難搞 我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見鏈 給大家看看 204張照片 怎樣拍進去 他應該是拿尾進去的 九哥 應該都是 應該都是 如果投入不了 我們什麼時候做一個香港停止場巡禮 香港做部停止場也成問題 現在都很緊張 他爛載就有一條喉 還有他應該都是L位 L位就好一點 但他始終那邊不是司機位 在左手邊這樣進去 他應該就是扭右手軚 然後退尾進去 因為你看過 尾進去 但他出不來 他就是在乘客位 這是乘客位 這是乘客位 所以 可能有些是窄到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叫他下落了車 叫他隔壁 才能進去 香港的停止場也是厲害的 你最討厭哪個停止場 最討厭哪個停止場 最討厭哪個停止場 其實你說 以前的人就說 家事居道 那個空洞的停止場 那個難入 其實那個也不算難入 有些 例如在旺角 或者在 土瓜灣 有些是很有趣的 就是 一幢大廈 不知為什麼 他在下面那裡 有幾個位置給你拍下車 是 那些是刁鑽一點的 那些甚至乎是流視的 是 其實有些位置 有三千八個也有 他突然間 有鞋子打直 有鞋子打橫 有鞋子打橫 像升降機一樣 有 有 然後他上了去 然後他拿車的時候 他拿回來 在這個 奶露神街 奶露神街 和這個 黑布街那邊 演武房街 奶露神街 那裡 就有很多年歷史 入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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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的情況 路面這麼多麻煩 都不知道哪個兵零差 那 怕不怕車放在路面上 有問題 有沒有出過事 暫時未聽到 有些行家回來說 有這樣 都更安全 因為他們還未到 走到哪裏 搞到哪裏 你只要避開 有衝突場面的地方 其實都是安全的 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 搞不搞搞你 沒有理由 九哥 有一個交通意外的片段 每一集 我們都找個交通意外精選 來講一下 看看這個208 這個交通意外 好 現在大家集中 在看紅車 突然間有個車 集出來 這個MH23XX 又進去 這裏好像沒有旺角 好像火車站那裏 還是尼敦道 還是尼敦道 尼敦道 尼敦道還想開門 還要載上紅車 那你就真是 我們吉弟了 是甚麼時候 對 10月9日 這個應該是 好像是旺角 是亞加路街 我覺得 像亞加路街 我覺得 他首先 有些少許大根死 行家都這樣 其實他是沒有意識 如果你在跟著車 爬一輛車 他應該以為貨車是死車 是 是 哦明白 抽出去 然後又爬回他的頭 是 他想不到那一刻 貨車突然移動 是 其實 的士就輸了 沒有了 一定會輸 輸的 因為人家在正線 他不是正線 其實 這樣說 我覺得 貨車也有少許責任 你有沒有看清楚 我們有時候 即使是站在自己的線 因為曾經一段時間是死車 又好 但可能你說得對 會不會的士 其實跟著他 那時候是一輛死車 你可能不知道等了他多久 對 你明白不明白 所以他爬了去 誰知道他沒有留意到 那輛貨車 突然間翻山 我可以走了 所以 當然 最大部分責任 就是 的士路 但是貨車也要負負責任 因為 你始終車要再起動 再走 其實你要看清楚周圍環境 但現在是很人頭癢 你明白嗎 沒有人執法 那些車都停在旁邊 所以我就給大家分享一下 通常我看到這樣的環境 譬如我是的士路的司機 我要進去 我一定看一看 那輛貨車的駕駛值 有人在那裡 你真的要小心點 他真的要去旅行 沒有人就放心 如果他在搬東西 你也沒有人知道 但又這麼說 這次是幸運是貨車移動 為什麼我説貨車司機有問題 這次幸運是貨車移動 那輛是車 如果是單車 甚至乎是行人 你是不是真的沒有看清楚 只是這次是車 你只是幸運 如果是貨車有很大機會 不小心駕駛 所以我就說 你這樣死車開之前 很多時候是16顆就是這樣 落下 他錯了 我正的線路 我走就走 沒有說抽就抽 也不要說抽 他沿著這條線路 他就在線路上停 但就是這樣的問題 有些可能見到 你要落下 就抽 這樣就出事了 OK 有沒有辦法避免 就是靠醒目 就是兩方面都要 好像我說的 你要爬的 就看一看 看一看車 有沒有想起動 他的意圖 當然 我告訴你 他的停車車司機 首先 通常打死火燈 我告訴你 他死車 但他走的時候 他只是關死火燈 他不會打右燈出來 說我要走 其實最正確的燈號 就是關死火燈 然後再打右燈 或者左打左燈 就是你要走 不是有些人說 我要走正回自己的線路 要不要打燈 並不是的 你走回那條線 你要起動 就要打燈號 讓人知道 如果有燈號 旁邊的司機 這樣知道 可能就停一停 不抽出去 正如剛才也說 打燈 除了給駕駛者 可能行人都要看 但是其實 是不是開車最好 保持中線 不要保持中線 都不關事 都不關事 我們以前駕駛 保持中線 就是這些新牌子 因為中線很穩固 最穩固 沒有那麼多死車 還有 進口功退口 對 買到前面 你用十字路口 你可以切一條線 就可以選到 十字路口中線 可以直去 因為最穩固 大家要小心 好 最後 有一點 九哥要我 找我的時間 要講講 打擊一些非法在客的活動 是嗎 是 是 是 這個就是最新傳出來 大家都看到 他就是由 將軍澳寶林 去鑽石山星河明居 2019年的1月5日 還是今年年頭 投訴 最後就是 車輛作出租或取籌 在客用途 駕駛沒有保險的車輛 司機就認了罪 兩條罪 每一條罰兩叉野 還有停牌一年的 這次要停牌 停牌一年的 停牌而已 現在應該就說 他說這條罪成了之後 有消息回來 就會是扣車的 但是那邊 因為這裏是警務署 是 就不同的運輸署 運輸署 應該 會再出一個扣車令給他 這個也是 就在新都城 將軍澳三期 在河里匯廣場 這個就遠一點 18年的12月7日 足足一年 他這個就是 車輛作出出租或在下取籌用途 駕駛沒有保險的車輛 也是認罪的 但是大家要留意一下 他就是輕型貨車 OK 即是高高聲的 應該是那個車 不知道是不是那間公司 應該還有一封 其實也是一樣的 這個是第三章 第三章 第三章 又是鑽石三學星王明居 就去德福花園 很近的 這個就是1月6日 也是年頭的 也是那兩條罪名 這個就是 都是每條罪罰兩差 停牌一年 停牌一年 其實你覺得 夠不夠重呢 九哥 你問我的 當然不夠了 終身 你這麼狠狠 大家也明白 沒有什麼阻嚇 完全沒有阻嚇 兩差事 四差事 停牌一年 那不就做到別的事 對呀 先把其他事先 好了 節目的結尾 都有一點點說 之前跟九哥說過 我們也會遲些 會有一個移民台灣的講座 我覺得整個配套 各方面的東西 很適合一些的士的車主 例如九哥的家庭 女兒又很可愛 應該要一個美好的前地 給她成長 讀書 九哥年紀開始大 脫錢得生 又開始有問題 要去這些地方 醫療 醫療 家庭一定要大 適合 居住環境很好 飲食 各方面的東西 都是輕輕 生活節奏 大家都很想 是不是真的時候 這麼多事情 不肯想搞 大家都沒有人共識 你鬥我 我鬥你 不肯開心 不肯想這樣 想找個安定的地方 去居住 五十多歲 子女十多歲 想去讀大學 有個保障 其實都可以考慮 來聽聽 一個移民中華民國的講座 可以聽聽 在今個星期尾 我會有些細節出來 我可以告訴大家 很多的配套 可以令到大家很方便 和很快捷 可以拿到一個中華民國的護照 這是一個好的方法 九哥如果你有朋友 有興趣 也可以找我們來聊天 好啊 好啊 另外有些的士司機 也有打電話上來 說開的士 停不了車在附近 想換證 換BNO 想找鱷魚幫忙 搞BNO的續期 和換證 各方面的事情 如果大家看到我這一節的節目 我可以過別 夜晚 比如五六點後 都可以幫大家做幾個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可以打電話上來 3955873 3955873 但我知道大家都 迫使本觀的節目是免費的 但如果你想看我其他的節目 那1200元一年 就可以看我所有的節目 但是你說 不是啦 最近都沒什麼時間 看那麼多節目 那很簡單 除了英國政府收你的費用之外 我要多收你一百元的 雙掛號的郵費 將你的資料寄到英國 以及七百元的一個 代辦的手續費 那如果大家 如果想我們幫你去續期 或者更換你BNO的護照 那我們也樂意去幫大家做 我可以特別 每天上 做幾個的士司機 下面有位置拍 如果你已經開夜間就好 或者你五六點 你剛剛交完一間上來 我找他幫忙 每星期有開工 你不能打電話 那我也樂意 那就給我一個貼士 那就多走幾步 放在觀塘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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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懂得說 那些的士站也是 對啊 給TC的車拍夠了 給Uber拍夠了 給七人車拍夠了 我也不幫他們 那些的士站 大哥 對不對 那些的士站 今天黑人道 金馬倫道那個 都不多的士排 但是黑人道 你也留下頭 沒有錯 今天頭位 那個擺明也是Uber 擺著頭位 我吵架他 說真的 我也明白了 是怎樣排法呢 比如這個是的士站 那些的士站 最起碼是頭兩個位 你呢 都被人家在外面 放進來 那些的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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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留下了一條山路 那些的士站 你也讓我擺在站頭上 對啊 你擺在站頭上 我不是說 那裡做生意 因為金馬倫道的士站 那些的士站 他有一間電訊公司 我有一間電訊公司 那些電話費 就搞到我 突然有車交不到 你好像以前的白鴿黨議員 那樣交點 那什麼叫金馬倫 那今天就這麼多了 密切留意 我們其他台務的資訊 可能幫到你們 也不一定 希望大家 有時間看狗哥的節目 那我一定不會幫你賣廣告 謝謝 但是狗哥 你記住你的本事是開的士 是啊 我一定 你記住 記住 我日日都有開工的 你不要走下去 去拍外景 去做節目 完全不能記得 那些 那些不是正職嗎 那些是 幫一下大家 幫一下寒頭 我臉皮好一點說句 還有自己有興趣 你自己貪美 想想鏡 不能有 吃想吃女 好 那是這麼多 自己見